大坝往薛盘 把宝玉骗出大官员 他乡请客叫宝玉坐陪 宝玉从心里不喜欢他 知道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粗鲁人 可薛盘喜欢宝玉 告诉宝玉 我有先罗国进宫的好东西给你吃 只说的兔磨星子横飞 宝玉只躲着他紧着往前走 那薛盘在后边紧追 猛人一不小心脚底下吃溜 啪的一声被个石头给半趴下了 兜的宝玉也笑了起来 宝玉急忙把薛盘拉起来 他们很快来到薛盘的书房 到这一看 屋里头高棚满座来了不少人了 什么瞻光 程日兴 胡思来 善聘人等 这都是贾府的石刻 如今成了薛盘的坐上宾 还有几个唱曲的都早已等候多时 见他们进来 上前请安问好 这个说宝少爷来了 那说二爷您好啊 哎哟 爷 几天不见 嘿嘿嘿 您哪 又比原来漂亮多了 快请坐 请坐 把宝玉让到上座 随后从人献上茶来 茶坝歌斩 薛盘命人摆上酒宴 宝玉一看 果然是刮偶心意 哎呀 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不是 可不是吗 我的寿礼还没送来呢 道先打扰了 嗯 说的可不是吗 嗯 赶名哥 你送我什么 我也没什么可送的 要是论人钱吃的春的东西 毕竟不是我挣的 唯有能写张字 画一张画 才算是我的 薛盘笑了 嘿 你听画画 昨个 我看人家一张画 嘿 画得真好 据说特别有名 落款是庚黄 哎 庚黄画的 你知道不 这张画可值钱了 宝玉听着洗礼说吗 如今字画 多少我也见过些 哪里有个出了名的庚黄呢 他想了半天 不尽笑了 庚黄 他教练拿过笔的 在手心上写了两个字 问薛盘 你看真了是庚黄吗 哎 我怎么看不清呢 哎 你仔细看看 宝玉把手一张 你看看 别是这两个字吧 其实也跟庚黄差不多 庚是哪庚呢 就是个庚臣的庚 学派一看 雷年点头 对 就这两个字 众人一看哪 嗨 哪是庚黄啊 是唐银俩字 就是唐伯虎 众人全笑了 哎 大爷 您是眼睛花了吗 怎么唐银 变庚黄了呢 嘿 谁是个唐银 果银的 大家哄堂大笑 正说着 家人进来报 冯大爷来了 宝玉便知道 是神武将军 冯唐之子 叫冯子英 薛胖说 好 快请 幻音刚落 时间冯子英 说说笑笑 进了书房 众人急忙 站起来让座 冯子英说 好啊 你们也不用充满 在家里 真是享受啊 宝玉说 我们一向少见啊 老师伯还康健吧 哦 家父还好 只是家母 偶然风寒 小样的几日 如今也全好了 薛盘 给冯公子倒杯水 哎 你脸上怎么有伤啊 宝玉看见了 他脸上青了一块 你是不是 又和人动手 打起来了 挂幌子 冯子英 摸摸的一块伤 不是 自从那一回 把秋冬魏的儿子 给打伤了 我可长得记性了 再不偶气了 怎么能还打架呢 这脸上 是前几天打猎 在铁网山 叫鹰笋 扇了一翅膀 哦 宝玉说 这什么时候事啊 呃 三月二十八去的 全个才回来 哦 怪不得 全出三字 我到冯氏兄家 赴燕没见着你 本来要问 不知怎么又忘了 你一个人去的 还是跟老师伯去的 可不是吗 家父去了 没法子 我只好陪着 要不我先疯了 咱们几个喝酒 听听唱 多好啊 何苦受那罪呢 哎呀 你们看 多悬啊 要是一翅膀再往上点 我可就成了独眼龙了 这还不算呢 还有不幸中之大幸呢 说到这 他闭闭眼睛 大伙都笑了 雪白说 行了 快入席吧 还有什么不幸中大幸的事 慢慢说给我们听 冯子英却站了起来 各位 今天我可失陪了 论理 我该陪你们几位 痛言几倍 只是 有一件要紧的事 要向我父亲说明 所以不敢贪杯了 薛盘宝玉不让啊 不行不行 你说谎 说什么也喝完酒再走 有啥事 喝完酒这么一会儿啊 冯子英说 嗨 你们请过我不来不合适 我来告假来 你我这么多年 我多赞撒过谎 不实在啊 今天是真有要紧事 骗人 我是小狗 要这么着 拿大杯来 我先喝两杯 行不行 行行 薛盘拿壶 宝玉给拔展 针了两大碗呢 冯子英站起来 咚咚咚咚咚 一言而尽 宝玉说 那天打猎 还有什么新鲜 有趣的 对了 就是那不幸之幸 你跟我说完 再走行不行 今天实在来不及了 改天 我专门 置一桌 坐东 请他们过去 咱们边说边聊 说完拔腿就走 薛盘一边送一边说 哎呀 你越这么说 我越着急 你说把他话茬 认了啦就放下了 到底什么时候请我吗 多则十天 少则八天 就这样出着门上马走了 众人回来入席 又饮酒 又听小曲 那位说了 冯子英讲的 不幸中大幸 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是关于朝廷机密 所以冯子英不敢讲啊 书中暗表 当时是乾隆之政 想当初乾隆的父亲雍正 以不正当的手段 夺得了皇位 他这几个哥哥兄弟不服 又斗不过他 把这仇恨就压下了 当雍正一死 乾隆继位 他又年轻 这些叔叔大爷便把这仇恨 记在他身上 总在朝廷上给他出难题 算计他 那几个王爷 也分了好几派 勾心斗角 争权夺势 往往就着打猎时 大打出手 明着是争猎物 暗下死守 是啊 这荒山老林的一跑 放个案件 给一闷棍 这是常事 刚才冯子英说的铁网山呢 就是口外成德那边 那块是皇家围场 打猎的时候呢 各家王爷都在那 有人按一下毒手 差点把冯子英他爹 保的那个王爷 置于死地 好玄回不来 这就是一大不幸中之大幸 还有钱文书 假真买那副棺材板 也是王爷之间争斗 一中老亲王斗败了 坏了事 料子那没人敢要 闲言手续 书归正传 贾宝玉 在薛盘书房 喝着酒 听着曲 天色很晚 才回到怡红院 那习人正垫着呢 不知道贾政 叫宝玉去盖什么 不知是福是货 一看宝玉 醉醺醺回来了 忙问上哪儿去了 宝玉一说 习人不高兴了 人家牵肠挂肚子等你 你却乐呵去了 怎么不派人送个信啊 我先前想给你送信 只是冯氏盈一来 一乱呼 我就把这茬忘了 就在这儿 薛宝钗 乐乐呵呵的进来了 兄弟啊 骗了我们家的新鲜东西了 哦 姐家东西 那自然是先骗了我们了 骗了这个词上官书交代过 这里又有抢先 先吃的意思 宝钗说 昨天我哥哥 请我吃 我说我命小腹薄不配吃 才叫他留着请你们吃的 哎呀 那我谢谢姐姐了 这时丫鬟倒上茶 几个人边喝茶边先聊 你说多巧啊 就在这儿 林黛玉来了 黛玉白天听见贾政叫宝玉去 一天没回来 他一直垫着 听说宝玉回来了 这才奔医工院 到这一推门 门关着 他举手扣门 今天守门的是秦文和碧痕 他们俩刚吵完嘴 生气呢 宝钗来 秦文就不高兴 把这气啊 撒在宝钗身上 有事没事跑来坐着 害得我们三更半夜的 不得睡觉 幸亏宝钗没听见 这回又有人叫门 秦文就压不住气了 也不问是谁 冲着外边喊 都睡了 哪个再来吗 黛玉没生气 他知道这帮丫头的脾气 可能是开玩笑 也许是不知道是我 他提高了嗓音说 开门 是我 还不开门呢 偏巧秦文就没听出来 凭你是谁 二爷吩咐了 一律 不让进来 这回黛玉可受不了了 气往上撞 脸也红了 他想问他 可反过了一想 虽说 舅母家同四家一样 到底我是寄人篱下 如今我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 跟他们怄气也真没意思 他站在门前 撕前响后 这是回去也不是 但是站在这儿也不是 正没主意 听里边传出一阵说笑声 他仔细听 是宝玉和宝钗 黛玉的心更受不了了 他想起清早上 宝玉恼我说我要告他 其实我也不过是说两句 我什么时候真告过你的状 你也不想象 我是那种人吗 还能够挠我到这个地步 不让我进去 难道明天就不见面了 黛玉越想越伤心 也不顾脚下 台湿路郎 一个人独立在墙角边的花音下 哭了起来 林黛玉是绝色滋容 西式俊美 夜景更深这一哭 惊怒那柳枝桃花间的 肃鸟七鸭 一个个扑了愣 飞向高空 不忍再听了 这正是 平儿才貌 适应兮 独抱幽方 出秀归 五言一声 油味了 落花满地 鸟惊飞 林黛玉正在那哭呢 忽然 支妞地声 院门响出 宝钗在前 宝玉在后 从里边走了出来 还有席人 随后相送 黛玉本想上前问问宝玉 又恐当着众人面 修了宝玉 反而不美 便先闪在一旁 等宝钗他们过去 宝玉回到院子 关上门 黛玉才转过身来 望着那门 又掉下几滴眼泪 越思越想 觉得无趣 慢慢地回 萧香馆 那子涓雪燕素日 也知道林黛玉的性格 没事闷坐 不是皱眉 就是常态 好端端 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掉泪 以前大家还劝他 怕他想念父母 想家乡 受委屈 好言宽慰 后来大家戏以为常了 对他这样 也司空见惯 也就不言语了 今天晚上见他回来 也没人多问 各自睡觉去了 带于一个人 坐在床上 身一栏杆 两手抱息 好似木雕泥塑一样 透过泪水 看到桌上 燃烧着蜡烛 那竹油就像自己的泪 带于想起李商隐的两句诗 春残到死 思方尽 蜡锯成灰 泪是干 一直坐到二更天才 朦龙入睡 转过天来 是四月二十六 郑交盲重节气 按照上古传起来的风俗 这一天要设摆各种礼物 祭花神 就是给花神送行 因为在中国的北方 比如说北京 晚春的花 像 勺药 牡丹 盛开到初夏就差不多了 到盲重 已是绿圣 红夕季节 贵中女孩平时都喜欢花 以花字底 这这便带着几分留恋 来给花神 践行 送行 这时候天气 虽然是烈日炎炎 并不哭热 倒是一片清新 这天大观园里的人 草就起来了 女孩子们 或用花瓣 柳汁 编成轿啊 马呀 再不然就用 零罗绸缎 叠成盾牌 惊奇嗓干什么的 总之是为了 给花神送行 远处的交通工具 也用彩线记上 挂在每棵树上 每枝花上 直接满园 绣带飘摇 花枝招展 不知完了 宝钗 盈春 探春 西春 李丸 凤姐 带着女儿 乔姐 以及乡邻和众丫鬟 都在园子里玩耍 有的踢劲 有的抖空竹 有的放风筝 好不热闹 唯独不见 林黛玉 盈春说 嘿 好个懒丫头 这会儿 是不是还睡觉呢 宝钗说 你们等着 我把她叫来 说着直奔萧香管 刚走几步 迎面来了十多个女孩 仔细看 是细班子的孩子 宝钗说 他们都在那边 你们过去吧 我去叫林姑娘 就这样拐弯 奔萧香管 刚走不远 猛一抬头 见宝玉 进了萧香管的门 宝钗 止住脚步 按下 宝玉和戴玉 从小长大 亲如兄妹 他们彼此 口角 玩笑 喜怒 无常 是常有的事 那戴玉 素来爱猜疑 耍小性子 我要是跟宝玉 脚跟脚进去 她非生气不可 算了 我别去了 少找麻烦 她一转身 又往回走 走着走着 前边有一双 白色大蝴蝶 迎风飞舞 互相追逐 十分有趣 宝钗 就从袖子里 取出扇子去扑 左一下 右一下 哪扑得着啊 边走边扑 一直追到 池中心的 第一翠亭上 这亭子四面的窗户 胡着指 都关着呢 宝钗追得 香汗淋漓 气喘吁吁 上了亭子 就厅里面 有女孩子 小声说话 便收住脚步 屏住呼吸 侧耳细听 就听一个说 你瞧瞧 这手帕 是不是你丢那块啊 另一个说 哎呀 还真是我的 是你的 你拿去 你拿去 怎么谢我呢 啊 我是说过要谢你 还能不算吗 你谢了我 你怎么谢谢 捡手帕的 容二爷呢 那个人 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突然他说 这么办吧 把我身上这块 给他 就算谢了 哎 你可千万 别和旁人说呀 我不会说的 要是和别人说呀 就让我嘴上长钉 不得好死 哎呀 你别说了 咱们只顾说话了 外头有人听见 怎么办呢 不如把窗户开开 要是有人看见我们 只当我们在这说闲话 要是有人到跟前 咱们看见了 你就不说了 华人刚落就听 吱嘎一声 推嗨了两扇窗户 宝钗回头一看 里边说话的是 小红和坠儿 他一下子明白了 嗯 小红这丫头 我听说 他眼空心大 是个刁钻古怪的东西 可没想到 他竟做出这种 奸淫苟道之事 好不害臊 可我接个儿 若接了他的短 不免要人急造反 狗急跳墙 闹出事来 我也没趣 不如来个金蝉脱鞘 一走了事 想到这儿 故意放中了脚步 喊了一声 黛玉 我看你往哪藏 一边说着 一边故意往前赶 亭子里的小红和坠儿 吓坏了 宝钗 故意回头 冲他们俩一笑 哎 你们把林姑娘藏哪了 猪儿说 我们没看见她呀 哎 我方才看见她 蹲在这儿 弄水玩的 我想 悄悄 吓得一下 还没等我到跟前 她倒看见我了 朝东一绕 就不见了 嗯 准是藏在这里头了 一边说一边进亭子 找了又找 又出来 往外走 嘴里还说 哎呀 快了 能藏哪儿去了呢 嗯 一定是 钻了山石洞了 哎呀 别往那去啊 要遇见蛇 咬了个怎么办 宝钗一边说一边走 心中发笑 嗯 总算遮掩过去了 他们也不会疑惑我了 您听啊 宝钗真是功于心计 明哲宝身 还会嫁祸于人 果然那小红 听了宝钗的话 信以为真 等宝钗走远了 拉锯说 了不得了 林姑娘蹲在外边 咱们的话 都让她听了去 怎么办 朱儿想了半天 哼 就是叫她听见 又能怎么的呀 她管得着吗 各干各人的事就完了 小红说 林姑娘嘴刻薄心忧性 她说走漏风声 还真麻烦 不要紧 林姑娘不爱管闲事 怕的是宝姑娘听见 可就完了 这两个人正说着 只见方官 香陵 思琦 士叔等几个人 上个亭子 他们俩装作没事的样子 跟大家凑到一起 说说笑笑 小红啊 突然发现 凤姐在对面山上 朝他们这边招手 也不知道是叫谁 小红脑子快 急忙跑过去 满脸堆笑问 二奶奶 您叫我吗 有什么事 凤姐上下打令她一番 见她生得干净 俏丽 说话知趣 别说 我的丫头这会儿 没跟着我 可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了 想找个人 立马回去 给烧个话 不知你能干不能干 说的齐全不齐全 小红笑着说 二奶奶有什么话要烧 只管吩咐我就是了 若说的不齐全 误了奶奶事 任凭二奶奶乏落 你是哪位小姐房里的 你去给我办事回头 她要找你 我好替你说一声 哦 我是宝二爷房里的 啊 是宝玉房里的 行了 等她问 我替你说 去吧 你到我们家 告诉你平姐姐 外屋桌子上 乳窑盘子底下 放着一卷银子 那是一百六十两 是给秀将的工钱 等张才媳妇要了 当面撑给她 瞧瞧 再给她拿去 另外 你把里屋床头的小荷包 给我带了来 哎 小红答应一声 转身就走 她急急忙忙到呢 把事办完了 回来来到山坡一看 凤姐 不见了 我们先走了